好了,今天就不是遇到很多新聞講而已 講講其他新聞,大家繼續 comment 一下 首先就講講香港,香港經濟前景 雖然股市很厲害,18000點 究竟香港的財政儲備可以用多久呢?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值得去估計的一個數字 其實我們沒有想,如果大家是年紀 就像我一樣,有一點點年紀 最記得就是97年的時候 二次殖民的時候 建制派就不斷吵架 尤其是開新機場 因為新機場玫瑰園計劃,近千億 就說這個香港,花了香港的錢 但是從那時候起,香港政府是沒有試過沒有錢 除了沙士,應該也沒有試過赤字 錢多想到是用不完的 冤枉金心善財難捨 錢多得是要想盡辦法去收起來 香港的財政儲備8000億 外匯儲備差不多幾萬億 是很有錢的 香港的外匯儲備是全世界頭十的 為什麼這麼有錢呢? 但是香港人是不是覺得好呢? 香港人其實也不是覺得好 好了 那麼 去到今年呢 去年本來也以為有財赤的 最後也沒有 那麼今年會不會有呢? 他就說財赤的千億在所難免 陳某波就這麼說 我先聽完,我不太相信 最後他又把財政盈餘出來也行 我覺得 但是赤字是合理的 為什麼呢? 主要就是公司利得稅萎縮 股市、樓市都淡靜 因為印花稅就減少 賣地收入就減少 不過這樣 他就說財政儲備也是穩健的 那麼8000億就不是小數目了 那麼我們經濟差的時候就會拿來用 就是這樣 那麼其中呢 香港的收入裡面 佔15至20%就是賣地收入 那時候就閒坦一點 都近千億的 那麼 會不會沒有了這些賣地收入呢? 嘩,真的很難說 真的很難說 現在你又收 要共同富貴嘛 共同富貴就是全家閉藝 喂,我政府賣幾塊地出來 嘩,那些長實啊,新鴻基啊 行基啊 行地啊 那些合起來 合起來買幾塊 這樣就可以了 這些錢就回到政府那裡了 那麼政府的錢來做什麼呢? 那些糟糕就全都花掉了 是不是? 要花掉 國安處也要花一點 紀律部隊也要花一點 政府高管也要花一點 還有你搞KPI 搞KPI也要花 還有要唱好香港故事 是不是? 這些錢呢 一定會花掉 但是會不會花在民生那裡呢? 是不是? 會不會花在地鐵那邊呢? 那就比較問了 好了,我們繼續看看 究竟香港的富房可以花多久呢?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值得去探討的一個話題 表面上好像跟我們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香港從來都沒有試過 是富房赤字的 到最後會花了錢 其實香港花了錢會怎樣呢? 香港花了錢會怎樣呢? 香港花了錢會怎樣呢? 香港花了錢的話 那你就要發債了 是不是? 你就要發債 那麼香港的信貸評級是很高的 香港的信貸評級很高呢? 就是因為財政很穩健 那麼當他發債的時候 財政不穩健 那麼他的評級會不會降低呢? 那麼錢從何來呢? 我香港是沒有想過 會想到 香港政府是沒有想過 會不夠錢的 但是你的公務員開支 只會越來越多了 因為每年都是政府加薪 每年政府加薪 每年都很多人退休 退休又會繼續拿錢 然後所有紀律部隊 都要增併人走 是不是? 警察又增併人走 消防又增併人走 救護又增併人走 局長那些又聘請了很多人 是不是? 今年又聘請了十多個副局長 政治助理 那麼政府開始就越來越增加 收入就可能越來越減少 那這個政府怎麼辦呢? 我也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 好了 不要說這麼遠的事情 我們說近一點的事情 這件事我也想說一下 OK 之前 記不記得 那個阿伯 最後 是否釋放了 那個什麼阿伯呢? 那個阿伯忘了 網友提提我 他被告 沒有在警務處長的許可證之下 在街上表演 我看到有線做這樣的新聞 其中一個表演的熱點 就是尖沙咀天星碼頭 大家都有印象 有個台 警方貼這個告示 禁止玩樂器 檢控那些沒有警方許可證表演的人 幾年前 有線查過 幾年前也有派六七十張 七八十張 今年整個2022年 只有一張 只有一張 只是批了一次 那整年只能給一個表演者出來表演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好了 訪問了一個從事街頭表演七年的 叫做Chris Chris說 以前在尖沙咀碼頭表演 其實金Sir每次經過尖沙咀碼頭 都是有人表演的 還要是幾檔 他說現在警方貼告示 還說 半年前有三個人 不是半個月前 真的很近 十月 有三個人表演樂器 都被定罪 他就說 街頭表演者都被打壓得很厲害 我們通常玩一兩手就不能再玩了 他說MC章 吳林峰 都玩過 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打得這麼重要呢? 其實 我覺得只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你警察要CAMS 現在警察有什麼去做呢? 現在警察有什麼去做呢? 罪案 其實你應該有很多事情去做 罪案也是沒有跌到的 每天都有人砍油 很多砍油 我這陣子也懶得報 之前說 砍油 煩毒 你又說什麼網上騙案 多了四成 多了四成 你應該要很忙 但又不是 是吧? 所以 找一些人來搞 當然是找一些 極權去打壓人 當然是找一些 最弱小社群去打壓的 是吧? 你們又不會發聲 你們又不會吵 第一 第二件事呢? 他怕什麼事 突然間有個街頭表演 突然間唱唱國歌 唱唱一下 唱唱一下 唱像Black Plane 突然間唱榮光 那樣 打壓於萌芽之時 全部都掃了 那有什麼結果呢? 那香港就繼續 沒有這樣的文化氣息 但是 這個政府就不要管 他只能管 你為香港提供多少GDP 是吧? 那 但是這個 城市的死亡 就是這樣 是吧? 就是這樣 反過來講 街頭藝術 如果英國的網友 應該很知道 有個Bensky 不是很出名的 做街頭圖鴉 原來是從烏克蘭畫的 Bensky 在他自己的IG 畫了幾幅插圖 在烏克蘭那裡 有些就是諷刺普京 那些 大家可以 可以 直接研究一下 這樣